我們除了救人之外 最重要是救他們的心靈 這個背影會否令到你似曾相識 上個月 秀茂萍發生了一宗校巴相撞的車禍 車上的25個小朋友都站在路邊等候救援 有部份更加是嚇到哭了 當時陳義良一到達意外現場 都是第一次見到有這麼多小朋友要處理 於是他就想了一個方法 去平復他們的情緒 我凌機一觸就是 嘗試問一問小朋友幾歲 可能有三歲或四歲 大家都會看到有個三歲的沒有哭 有個四歲的反而哭 那你又怎樣處理 那一刻我就想著 因為小朋友很喜歡扮大哥哥 大姐姐去照顧小朋友 所以我凌機一觸找個四歲的 哭的小朋友跟他說 妹妹你四歲 沒有哭的那個三歲 你可不可以幫我照顧他 那他那一刻馬上 我有個責任 我要照顧其他人 大家都看到他馬上收起眼水 然後就點頭 我可以照顧他 和他溝通的技巧之中 就不斷了解他的傷勢 看看他們有沒有真的受到外傷 我們很幸運 那天小朋友沒有受到很嚴重的外傷 全部都是心靈受創傷 這個就是我們最在乎的 醫治他們的心靈 一班消防員展現油情的一面 除了懂得救火 今次還做了心理醫生 全因為有前輩教落 救人要有一夥同理心 那一刻我會引伸到那兩個女兒 你會很自發性 就會很關懷她 怕她受傷 不停地問她和她玩 令到她沒有那麼害怕 暖男呢 現場每一位同事都是暖男 包括消防、救護、控制 全部都是暖男來的 因為我們是團體工作 希望整件事可以幫到小朋友